今年的折扣 知名的主播开直播 这个营业额都是相当惊人的 只是今年双十一折扣打折 让您觉得有感吗 真的有比较便宜吗 大陆的两大电商平台 天猫跟京东 开卖两个小时 开始创下各种惊人的记录 包括像是京东 3C产品比起童年增长了四倍 天猫光是预售就将近了1.3亿元 这个数字已经是超过去年同期的10倍 但是今年有一种现象比较不一样 就是年轻人不想买 他们推动了一个不买的行动 他们说不论再多折扣 也不想要乱买 据说有30万的年轻人表示 光是这个节庆还有什么折扣 什么周年庆已经够多了 所以不想再掉进双十一的套路当中 大陆两大电商平台天猫及京东 在十一日开打不到两小时 各创下惊人记录 十日提前开保的京东3C产品 比起童年增长四倍 而天猫光是预售额就近1.3亿元 远超过去年同期的十倍之多 减感消费盛况依旧 但也有30万的年轻人表示 要过的节庆已经够多 不想再掉入商人的套路之中 在面对玩各种复杂如高数的优惠程序之后 还剩多少购物的热情呢 那于是现在有一群年轻人呢 开始对买买买说不 他们来自豆瓣的消费主义逆行者小组 成立一年多的时间了 目前有将近30万人 他们尝试对购物这一行为 进行反思与审视 大陆近日疫情再度反扑 内蒙古以海外代购商品 在检测时 结果呈现阳性 出现不少双十一的快递 真的能拆吗 的质疑声浪 对此快递公司负责人也出面表示 其实双十一购物节起初是以光棍为由 主攻在寒冷冬天里单身的学生们 想刺激年轻族群的消费市场 今年才逐渐转为购物节 而在疫情影响之下 不论是否单身 大家都采取报复性消费 让双十一在今年再度写下亮眼成绩 记者谢韩宇报导 11月11号也是中国空军成立72周年 那这几天呢 在网上就有一支影片相当的热播 取名叫做 天空之上的官宣庆祝片 也登上了各大的热搜榜 只是呢 这个影片待会大家仔细看 疑似出现了轰二十的模型 到底是真是假呢 吸引了军事迷高度关注 发现迪迪 行动 无电方向 无电方向 被锁定 拉升 整支影片呢 其实有两分多钟 画面当中呢 小女孩手中包裹当中拿着的飞机模型 钢洞闪得非常快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仔细呢 就是这个画面 让大家在猜想 这个小女孩呢 她是想把这个飞机的模型呢 送给在外执行任务的爸爸 光是刚才那一幕 就是这一幕 老师姻大家的注意了 网路上呢 有大量的讨论 就想说 会不会盒子里头装的是 轰二十的模型呢 网友是怎么猜的呢 她说呢 是从这个无尾空气动力学的这个设计显示 所以呢 他们在猜 会不会是没有公开过的先进战机 大家就大力的猜想 轰二十引擎轰炸机非常有可能 但是呢 也有报导提到了 有要求匿名的这个中方军事航空专家强调说 这个模型呢 可能只是道具啦 请大家不用过度的解读 就在中国的人民空军成立72周年之际呢 也不断曝光了中国军事发展的好消息 大陆的解放军报呢 在中国的空军建军节 当天的头版就报导说 作为解放军空军 现在建构无人作战体系的最重要装备 无真7 那么高空无人侦察机 已经全面投入了实战化的训练 无真7呢 是中国大陆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 那么主要执行的任务呢 包括了像是边境的侦察啦 领海巡逻等等 未来就可以派无人机去进行执行任务了 那么在今年9月底的时候呢 在广东珠海举行的中国航展上 这个无真7呢 有首次的公开亮相 那报导当中就指出呢 这个无真7啊 作为中共空军新型无人作战装备 也融入了这个实战化训练体系 展现了解放军的空军在运用先进作战手段 加强提升体系作战能力方面 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那么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太空当中 大陆神舟13号的三位太空人呢 要在太空站停留长达6个月 太空人的生活日常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有太空人宅志刚 他吃掉了再淘小饼干 好等一下有些细节 大家可要仔细的看清楚哦 还有夜光复呢 在喝饮料的时候 不小心撒了几滴饮料出来 在太空当中就是飘来飘去 所以呢他赶紧上演了一个叫做 抢救饮料水滴 并且呢在太空中还表演了擦空器 王亚平呢 他是换了这个新的垃圾袋 然后呢抓住了一张再淘餐金纸 我们一起来看看在太空当中 航天员的日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刚刚影片当中最后一秒 及时地看到了抓住了那个再逃的小纸巾 果然在太空当中 我跟在地球的生活还是不太一样的 再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军舞的部分了 印度跟巴基斯坦呢 其实啊各自建国以来呢 发生过三次的这个战争 几年前呢中巴开始展开了这个军舞订单的合作 就被视为是联手在对抗速敌印度 那么中国呢为巴基斯坦打造了054型的一艘护卫舰 而且呢第一艘的首舰已经交货了 那么这一艘护卫舰呢 是由中国的船舶集团设计跟建造 8号的时候呢在上海举行了一场交接仪式 正式的把这一艘首舰呢 交给了巴基斯坦的海军 那么巴基斯坦的海军呢将这一艘护卫舰啊就取名为 图赫里勒号 巴基斯坦的海军现代化的这个计划当中呢 045AP型的这个护卫舰呢 是最强大的水面舰 目的呢就是要扭转跟巴基斯坦死对头印度之间啊 这个不平衡 那么054AP的护卫舰呢 是中国呢专门为巴基斯坦所打造的 先前其实有报导就推测啊 在这艘舰艇上应该会武装超音速反舰飞弹 或者是呢八国的标枪反舰巡翼飞弹 印度媒体就高度关注了 好这一艘呢跟中国买的新的船舰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呢 印度媒体呢就发现了一个大重点就是呢 这一次大陆建造的出口军舰呢 是完全没有使用到西方国家制造的电子设备跟武器 其实过去呢巴基斯坦的海军啊 他们会要求说在中国制造的这舰艇上呢 也是可以使用西方生产的雷达或者是武器 但是呢这一次我们从新型的护卫舰上看到了 所有的武器包括雷达呢 全部是made in China中国生产的产品 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首先就是反映出巴基斯坦的海军呢 对中国技术跟能力是具备有足够的信心 那么巴基斯坦的驻中大使哈克还说呢 他们这艘新的这个护卫舰图勒里勒服役之后呢 也揭开了中巴友谊的新篇章 他强调说在相关安全 相关地区这个整体安全的背景之下呢 可以加强巴基斯坦海军来应应海上挑战的能力 也可以确保海上防御 并且呢要维护印度洋区域和平稳定力量的平衡 那么巴基斯坦中方的054AP护卫舰呢 其实啊是巴基斯坦算是中国的第一个海外顾客了 在2017年的时候呢 已经先下定两艘 2018年又追加再定了两艘 那么这个军舰呢是从2021年 今年开始交付 那么这也是中国至今出口的军舰当中 战力最强大的一款 那么054AP啊 其实是中国海军呢 054A型这个导弹护卫舰的出口版本 那么出口型号上面呢 这个英文代号P就非常的关键 P就是代表巴基斯坦 所以预估呢 这是为巴基斯坦专门打造的 预估呢 每一艘这个船舰的价格 大约是3.5到4亿美元左右 这个金额呢 对比其他国家类似的舰艇 陆制的护卫舰CP值就非常的高 只是呢 我们说到了 大家跟印度的关系如何呢 中国大陆跟印度边境的局势 最近呢 好像又开始紧绷起来了 双方呢 开始同步都加强了 在拉达克地区的军事力量 印度呢 甚至还说他们要计划 要出动所谓的风群无人机的作战系统 要跟大陆解放军来进行抗核 印度军方说 风群无人机呢 可以有效的探测敌方地面活动 把话说白点就是呢 可以知道到底大陆军方 现在呢 在部署什么样的行动 他提到了 他们也可以针对敌军部队呢 采取行动 就可以利用无人机 跟地面部队来协同作战 那么风群无人机呢 将会为部队提供视线之外的能力 能够探测到50公里以外 敌人的移动并且击中目标 上个月呢 中印两国啊 才刚举行过第13轮的军长级会谈 结果没想到呢 坐下来谈还是谈得不愉快 最后也是不欢而散了 陆方就指控印度说 你们坚持不合理 不切实际的这些要求 根本是增加谈判的难度嘛 那么印度呢最近是密集的在拉达克地区呢 又开始进行军事演习了 这不就是导致边境局势持续紧绷的原因吗 那么美国的海军研究协会呢 这个新闻接连的爆料说 从这个卫星照片看到了 中国军方呢就是一直在新疆啊 塔克拉玛干沙漠区啊建造 美国航母跟驱逐舰等比例形状的标靶 就是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 结果没想到呢接着又曝光说 还有这一张呢 首先呢这一张比较早公布的呢 它是有轨道式的 所以美方就在猜 这个可能标靶还是可移动的哦 但是第二张呢被怀疑是标靶的 就是固定式的 也是被怀疑是不是呢 锁定把这个形状呢 还有就是锁定为美国的航母标靶 那么大陆的网媒观察者网讯啊 就抨击美国媒体说 看吧又来炒作了 《环球时报》呢就刊登了一篇报道叫做 美国炒作中国沙漠链打航母 别搭理他们 这个社评就认为说 美方呢出现了很多啊 针对呢中国军力的炒作 透露出的总讯息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现在对解放军加速的强大 是否感到很焦虑呢 那么事实上啊 在中国大陆出现呢 美国的航母的模型 也不是第一次 而且已经很多年了 在上海的这个青浦店的这个 青浦的这个湖山湖 电湖这个地方 上海青浦电湘湖呢 就有一艘哦 就是这么大艘的航空母舰的模型啊 最后被简称为叫做东方绿洲 那么事实上你会觉得 这看起来不是很像美国的航母吗 没错 长得真的几乎是要一模一样了 这个模型呢 就是以美国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尼米兹号为原型 然后去盖出来这个模型 那为什么要盖在这个地方呢 而且再仔细一点看哦 从指挥塔啦 天线啦 等等的 这个几乎都跟原物就是这个真的航空母舰呢 几乎这个拟针度非常的像 那么这个模型呢跟原型航母哦 还真的有一样的跑道跟驾驶台哦 好那加拿大的这个军事杂志 汉河防务评论的创办人平可夫 好他就曾经做过一个分析 他说呢 当美方啊得知说有这么一个舰艇的模型存在 美国当时候的驻华使馆说感到非常的震惊 好马上呢跟这个中国相关的官方机构来进行联系 要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状况 为什么你要盖这个模型呢 好当时的这个访问中呢 有中国的官员就有回应了 他说呢这个模型呢很简单 就是用在呢原型分析跟研究 以及呢国防教育的博物馆 而且呢东方绿洲的这管理人员也介绍说呢 这个模型啊就是为了培养呢 让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国防意识 提供一个比较逼争的模拟环境 而且这可是花了1.2亿人民币制造的哦 那么美国呢最近啊也是不断的 一直在积极的发展他们的航太项目 美国发展航太就是高科技研发 中国发展呢就要小心 会不会被贴标签被外媒说 你们是不是又在秘密测试什么 极因素导弹啦对世界带来威胁 聊天室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互动 美国是不是一边制造中国威胁论 然后一边自己在研发军武呢 美国是否双重标准呢 您认同的话帮我加1 不认同帮我加2 认同的加1哦 不认同的加2 待会呢在聊天室里头 来看一下大家的想法是什么 好像呢美国的军武不断的升级 美国就会说我们只是维护世界和平啊 维护世界秩序啊 但是如果像是大陆俄罗斯啦 甚至哦伊朗啦北韩啦 他们有军备的话 欸就会对世界带来威胁了 最近呢就有一个报导说 美国的公司 你一定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呢 看起来有点像好像可以发射的火箭 但是它又不像是火箭 这是一个美国公司啊 他们尝试透过呢 这个叫做旋转发射装置 真的就是你想像中的这样甩甩 然后呢把卫星甩上天 成功了没呢 美国媒体报导说这个技术啊 未来如果真的成熟的话 可以用来建造超远端大炮 这一家是取名叫做旋转发射 spin launch的初创公司 他们刚刚呢利用了旋转加速器 这就是他们的旋转加速器 完成了首次的是非是射 那么有一个媒体呢 新阿特拉斯报导说 旋转发射这个原理呢 其实就跟我们想像当中 在体育的部分 在田径场上 如果我们投这个链球 你一直甩的情况之下 他们是不是会高速的旋转 然后就有更多的动能 然后达到某一个速度的时候 没错你想要的卫星 就从这边快速的飞上天空 甚至如果够快的话 飞上太空 理论上只要旋转加速的时间够长 最后飞行的速度呢 有可能可以突破地心引力的束缚 飞上太空 如果真的成功的话 那跟传统的火箭发射相比呢 这个加速器啊 可以让这个燃料的使用量 减少四倍 然后成本呢降低十倍 只要呢电力足够 这个发射器呢 就可以不断的把要的东西呢 送上太空轨道 这个旋转发射的概念呢 未来也可以应用在军事上哦 像是打造远程的火炮 或者是超远程打击能力 我们说天下武功 是不是真的是唯快不破呢 像是美国的五角大厦 针对明年2022呢 他们有集音速研究的预算呢 就要求达到38亿美元 比起今年的32亿美元的预算 还要更高 此外呢 美国的飞弹防御署呢 为这个集音速国防啊 又额外申请了一笔 2.79亿美元的预算 那么英美的国防升级啊 最近呢 他们不断有一个 好像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呢 因为中国日渐强大 这个中国威胁论的情况之下 所以英国美国说 我们的军备也要再升级 也要再增加了 就连俄罗斯都被点名了 英国的国防部呢 最近啊有一个宣布啊 就说呢 授予一份呢 价值大约是 预算是1亿英镑这个合约呢 用来做什么 英国海军要来升级 他们的电子 电子战的能力 结果呢 英国媒体啊 马上呢 就开始来炒作了 就说 这个就是扯上了 因为中国跟俄罗斯 炒作说是 向中国俄罗斯 发出严重的警告 英国的每日快报呢 这个报导啊 标题就可以看到了 他说呢 俄罗斯跟中国 收到了来自英国的可怕警告 甚至内容当中还用 让人难以相信 来形容 这一份 刚收到合同的金额 是1亿英镑嘛 那还宣称说呢 这一项对 尖端电子战系统的投资啊 是大大加强英国海军的探测 跟识别能力 还有这个无线电通讯的能力 同时就宣称了 好这个呢 就是在跟中国俄罗斯警告 为什么一直点名中国俄罗斯呢 英国国防大臣本华 是对此有表示说 在一个威胁迅速演变的世界当中啊 他们这些呢 改进升级啊 是提升英国海军的雷达探测能力 保持英国在海上海上的作战优势 那么每日快报就提到说 这个英国媒体呢 此前啊 也在炒作的 中国有试射这个超高音速的导弹 极音速导弹 还提到了 俄罗斯呢 在上个月啊 在潜见试射一枚这个告石 极音速导弹成功 那么报导就说呢 就是因为这些情况 你看看 中国俄罗斯都发展这么多极音速的东西了 所以呢 英国现在呢 也要努力的 扩张自己世界级的能力 好 俄罗斯到底发展了什么呢 目前俄罗斯 据大家所知的公布的消息呢 有两款 极音速武器 那么一款呢 是先锋极音速洲际导弹 飞弹 那么另外一款呢 是日前 最近不久 就在今年才完成潜见测试的 极音速反舰巡异飞弹告石 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在11月初的时候 还说呢 这个俄罗斯告石的测试工作要完成了 明年开始呢 要交付给俄罗斯的海军来使用 7月份的时候消息就传出来了 说俄罗斯呢测试成功 这告石的极音速飞弹 普丁很高兴哦 还大赞说 这是新一代举世无双的飞弹系统 路透社就报道了 极音速的巡异飞弹呢 其实各国都非常的关注 那美国也非常希望能够大量的 譬如说现在陆军有研发 他们也希望包含空军等等 国防未来也可以用上这个极音速的飞弹 因为呢这款飞弹速度之快呢 非常难以侦测跟拦截 这是包括刚刚说到 美国在内多国呢都在竞相研发的 次世代长城武器 这种极音速飞弹呢 可以在这个大气层当中 以5倍音速来飞行 这个时速可以达到3200公里 英国日报金融时报呢 日前就有报道说 中国大陆呢在8月之间 曾经成功试射了极音速飞弹 但是最后呢大陆的外交部 已经否认了这项报道 那么北韩呢他们是自称说 在9月的时候 他们也试射过这款极音速飞弹 那么只是呢我们再来看 美国的财政部啊 最近又发了一个声明说呢 柬埔寨的国防部高官邵比伦 以及他们的海军司令翁桑坎 打算分赃 从这个云朗海军基地计划挪用的资金 所以呢美方现在把 刚点名到这两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那么这一项制裁呢 都冻结了两个人在美国的制裁 并且呢禁止美国人 跟他们有资金的往来 同时呢美国的国务院 也禁止了这两个人 跟他们的家属入境美国 那么针对呢有研究报导指出 说大陆在云朗海军基地进行重大建设 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罗德麦尔就表示 柬埔寨政府呢对于这项建设的项目跟意图 以及性质范围呢完全没有透明 而且呢任何外国在云朗的军事存在 其实都违背了柬埔寨的宪法 并且可能会损害区域安全 对此柬埔寨的政府发言人派西潘就说 这项研究报告错误而且呢毫无根据 他说啊这个云朗基地呢 并不是给大陆军方使用 也不是给任何国家 当作自己的军事基地来使用的 当作自己的军事基地来使用的 再来就行画一下 大陆军事基地 谢谢大家